欢迎您收看中国简报 对抗中国当局从自由微博到自由知乎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对抗中国当局对互联网严格审查的努力中 网络上出现了自由微博、自由微信等搜集记录被删除内容的网站 中国最知名的问答平台知乎现在也有了这样一个版本 国家统计局回应青年人失业率为何暂停发布 对此你怎么看 国内经济还有希望吗 医疗腐败开始整治 你觉得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正式亮相 动员全社会反间谍会起到哪些作用 个人如何识别身边的间谍 这些是自由知乎grishite.org网页上罗列的 在知乎平台上被遮罩内容所属的提问标题 每条附有含被封锁的答案三个或被封锁的问题的注释 点击进入后可以看到完整的问题和所有回答 其中被审查的答案被单独标记 该网页称 问题或答案被删除有两重原因 被知乎删除或被用户删除 很遗憾目前我们无法分辨这两重原因 我们使用多种管道 不间断地抓取知乎的部分内容并备份 从而得到被删除的数据 据自由知乎表示 该网站的数据并非包括完整的知乎的数据 也并非及时同步 根据该网页的运营方 以观察记录中国网络审查状况著称的网站 grishite.org向德国之声发布的资讯 自由知乎于去年正式上线 该网站表示 决定聚焦知乎 是因为觉得这个平台上发表的内容品质 优于中国其他社交平台 总体来看 知乎使用者会花时间编写有智慧的答复 Greatfire补充说 当然 同其他社交平台一样 那里也会有垃圾内容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 尤其是近期 自由知乎记录到不少有关重要现实话题的 被审查的内容 Greatfire.org网站资讯称 Greatfire是位于中国的匿名组织 在2011年推出了第一个专案 旨在说明提高中国在线审查的透明度 并帮助中国人自由获取资讯 另一个已有十多年历史的反审查网页 自由微博也是这一组织推出的 其他类似网页 还有自由微信 自由新闻等 知乎作为中国最知名的问答网站 用户超过一亿 但也曾多次成为监管部门整顿的目标 2018年3月 该应用曾被下架一周 2021年12月 知乎网负责人被北京市网信办约谈 并被要求整改 今年7月7日 知乎官方宣布下线匿名功能 使用者将不能匿名创建问题 或匿名发布内容 该平台称目的是为保障社区内的良性讨论 就在同一天 中国网信办发布了 网络暴力资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其中要求禁止创建以匿名投稿 发布不良内容的话题和群组 有用户认为 匿名功能其实是知乎的一大特色 是其相比于同类平台的优势所在 还有评论说 不敢想象 都清楚匿名区有多精彩 不管是感情故事 还是体制内人爆料 一直都是一个力大于弊的功能 自主经济的转型 与中美科技竞争 外交观 作者认为 社会可能正在从数字经济转向自主经济 自主机器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普遍 尤其是在中国 自主经济由自动驾驶车辆 送货机器人和无人机等技术驱动 预计将比数字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 然而 目前自主机器技术的可扩展性是一个挑战 因为需要大量工程努力来为特定任务定制机器 作者得出结论 开发可扩展的自主机器技术的国家将在未来主导世界经济 军民融合 中国 美国及其他国家 外交观 第四次工业革命 4IR包括人工智能 自主系统 大数据和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 正在模糊军事和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 为了发挥4IR的潜力 军队正在采用一种被称为军民融合的科技合作形式 将间断商业技术应用于军事系统 以增强军事能力 美国 中国 印度和以色列都在实施军民融合 以支持国家军事技术创新 这些国家具备实施军民融合的有力条件 包括庞大的国防工业 充满活力的高科技民用工业和致力于军事现代化的承诺 中美两国的大国竞争和科技竞赛 正在推动印度和以色列的军工复合体中的军民融合发展 军民融合被视为一种更快 更可靠 更便宜的军事创新捷径 被认为是印度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挑战 军民融合不仅是生产更好 更便宜武器的机制 而且是获取对手和竞争对手军事技术优势的手段 军民融合的发展正在影响全球供应链 增加跨境经济技术合作 但也导致对新兴技术出口的壁垒提高 并与竞争对手国家脱钩技术供应链 美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电动汽车电池交易 揭示了美国对非洲的新态度 卡内基基金会 美国已与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和赞比亚 签署了一项三方量解备忘录 MOM 旨在开发电动汽车EV电池的整合价值链 该量解备忘录旨在在DRC和赞比亚建立一个完整的 银利电池价值链 从矿物提取到组装 这一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确保清洁技术所需的战略矿物的价值链的目标 中国已经通过精炼大部分世界上的骨 铜、鲤和链 在矿物供应链中建立了强大的存在 美国在35种被美国内政部列为关键的矿物中 有31种依赖进口 其中16种主要在中国精炼 这项量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加强与非洲关系 并对抗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股市可能开始质疑经济的韧性 摩根士丹利表示 路透社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股票策略师们表示 标普500指数可能在今年上涨近14%后难以继续上涨 投资者开始质疑美国经济的韧性是否可持续 导致二季度盈利公告后出现了卖好消息的心态 最近债券收益率的激增也使投资者感到不安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2020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摩根士丹利认为 消费者过剩储蓄和有限的盈利增长的顺丰因素 可能成为标普500指数的阻力 巴克莱经济学家预测 消费者将在明年初耗尽他们的疫情储蓄 尽管他们预计家庭将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消费模式 瑞士信贷也强调了来自外部冲击的下行风险 比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苹果让位吧 年轻的东南亚人更喜欢预算手机 南华早报 一项由YouGolf进行的新调查发现 东南亚的大多数年轻消费者更喜欢中档或经济型智能手机 而不是来自三星和苹果等知名品牌的高端机型 该调查覆盖了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和越南的2500名 C世代和千禧一代消费者 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更喜欢中档手机 调查还发现 年轻消费者主要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娱乐 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购买手机是为了观看视频 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手机上玩游戏 在赖清德访美之后 解放军在台湾周围进行的军事演习被视为更加克制 南华早报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对台湾副总统访问美国的回应 比台湾领导人会见美国高级官员后更加克制 2022年8月和今年4月 PLA在台湾周围举行了大规模实弹战争演习 以抗议蔡英文总统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官方接触 上周 当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访问美国时 北京再次感到愤怒 PLA在周六在台湾周围进行了联合空中和海上战备巡逻 作为对台独分子的警告 习近平对南非的国事访问有何特殊之处 外交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月21日至24日出席在南非举行的金庄国家峰会 但他的访问将仅限于南非 没有其他非洲国家的行程 这是不寻常的 因为过去习近平通常会将出席金庄国家峰会与更广泛的国际访问相结合 近年来 中国在外交上对非洲相对疏忽 习近平已经五年多没有访问非洲国家了 习近平的有限出访反映了中国在疫情后的整体外交谨慎态度 中国调查被指控为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公民 安全部门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安全部宣布正在调查一名被指控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间谍的中国公民 这个名叫好的个人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干部 在前往日本留学期间被招募 此前不久 还有一起中国公民被指控在意大利为CIA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 美国尚未对这些指控做出回应 由于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的指控 中美关系近年来变得越来越紧张 柬埔寨的新政府会改善与欧盟的关系吗 德国之声 预计欧盟将等待观察柬埔寨新政府采取何种措施改善双边关系 然后再决定是否升级惩罚性措施以回应该国的民主倒退 自2017年以来 欧盟一直对柬埔寨的民主倒退持批评态度 当时该国最大的反对党被强制解散 其领导人因叛国罪被捕 2020年 欧盟恢复对柬埔寨部分出口征收关税 并一直在考虑进一步的惩罚性措施 然而 欧盟现在认为 之前的措施对国内政治几乎没有影响 只给该国纺制工厂的工人带来了伤害 相反 欧盟将采取等待观察的态度 看新政府是否做出任何让步 比如释放被拘留的反对派领导人 欧盟的结论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柬埔寨 欧盟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公布 对柬埔寨新任世袭总理的期望 德国之声 洪森的儿子洪曼尼特将接任柬埔寨即将卸任的总理一职 这将是近40年来首次权力交接 洪森是世界上任期最长的领导人之一 他在今年7月的选举中赢得了另一个5年任期 然后宣布决定辞职并将权力交给他的儿子 批评者认为洪森像独裁者一样统治柬埔寨 而支持者则认为他在内战和种族灭绝的破坏之后 引领国家取得了进步和转型 观察家们现在正在等待洪曼尼特是否会偏离他父亲的强人作风 然而 许多人认为洪森的影响力将继续是柬埔寨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他将继续担任参议院主席 并在国王出国时充当国家元首 柬埔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近年来恶化 欧盟、美国和联合国都谴责最近的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 美光表示 联邦支持对于爱达河州和纽约州的项目是必要的 路透社 美光科技表示 联邦资金和投资税收抵免 对于其在爱达河州博伊西和纽约州克莱的存储芯片制造设施的发展是必要的 该公司已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根据CHIPS法案的资金申请 该法案旨在多元化供应链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乔·拜登总统去年签署了一项法案 为美国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补贴 美光计划到2032年在其爱达河州设施投资150亿美元 到2030年创造1.7万个就业岗位 并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施 在纽约州北部 在古兰金亵渎骚乱中失去家园的巴基斯坦基督徒获得现金援助 南华早报 巴基斯坦政府已向上周受到穆斯林暴徒暴力袭击影响的100个基督教家庭 每户赔偿6800美元 这些暴徒对一名基督教男子及其朋友被指控亵渎古兰金感到愤怒 骚乱者袭击、焚烧或破坏了贾兰瓦拉市的26座教堂 警方已逮捕了这两名被指控亵渎古兰金的男子以及数十名骚乱者 政府承诺确保该国少数民族的保护 并表示不会对任何骚乱者放过 为了 第凡战则